時間剩下40多秒 還落後6分 如果你是教練 你會怎樣做? 最近看回猛龍今季作客夢想家的賽事 想不到有意外收穫 Jaron Young這球中距離認真拿命 猛龍在最後46.41秒 還落後6分 很明顯他們需要想辦法搶分保住希望 那些專家就說 要看一個教練有沒有料 看他的ATO暫停後戰術就知道 而上個賽季阿謝生Winston Shefford 在主場絕殺西貢熱火那一球 還有今季Abel在主場一戰成名 令夢想家的粉絲心都碎了的中距離絕殺 還有Kate Davis對騰飛之師射入關鍵三分球的Pistol戰術 都證明了主教練 Jamie Perlman運用ATO戰術的功力 那這次他會設計什麼戰術來追分呢? 好 等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條片 怎樣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戰術好像熟口熟名呢? 看不出都不要緊 先來講解一下戰術 一開始是站個方形box的落位 之後這些走位 其實都是虛招來的 關鍵的部分在這裏 但是為什麼Kate Davis這次找不到出手空間? 究竟哪裏出現了問題呢? 首先就是Artino沒有做好那個Pick 被楊敬文走掉了 接著呢 我個人就認為 Amigo這個塞個屁股埋去的動作 是有少少犯規的嫌疑的 Jamie教練看來很失望 不過不入都沒辦法 好了 現在到了開股的時候 猛龍用的這個戰術 其實就是Boston Celtics的 Winner 當年在NCAA執教Butler大學的時候 陸軍教頭Brad Stevens 就已經用這個戰術了 通常會在比賽時間所剩無幾 球隊由需要追分的情況下使用 年輕又帥仔的Brad Stevens 被譽為暫停後戰術的天才 絕非浪得虛名 好東西當然是多人用的 好似立桃園勁雷 Zalgaris Conners這一球 就是照抄當年Butler大學的版本 連3分球不入保障都一樣 2WNBA鳳凰城水星隊的版本 基本上是跟猛龍的版本一模一樣 看完條片 不知道大家覺得 ABL還有哪一隊擅長ATO戰術呢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請大家記得subscribe 還有按我的鈴鐺 就這樣 下次見 拜拜 拜拜